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大金熊日常 你們對於聰明的定義是什麼呢 是解開超級難的數學題目 又或者說是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學識豐富的人呢 那對於我而言呢 我覺得 真正聰明的人 是腦筋動得快的人啊 沒錯就是這樣子 今天就是要來玩 魯班索 呃 不好意思 剛剛前面只是一個節目的開頭而已 並沒有什麼意思 好各位 魯班索有沒有玩過 魯班索呢就是有很多積木啊 繞來繞去然後會煮在一起 那你就要想辦法把它解開 那要怎麼解開呢 就需要動動你的腦力了 那其實之前呢 在網路上已經看過 非常多人在玩魯班索 各式各樣的 有大的有小的 有多的有少的 今天呢 終於找到了一個 還不錯的吧 我覺得 大叉翁出的 大叉翁 知道就好了 因為 呵呵 我不能隨便亂講 好馬上來就來看一下 葫蘆裡賣什麼藥 恩 恩 恩 看起來結構好像還蠻簡單的喔 我覺得我應該可以在五分鐘之內就把這個破台吧 各位可以看到 魯班索就像這樣子 由各種 不同形狀的積木 互相 交織而成喔 那要怎麼解開呢 就看 個人的造詣了 好不好 好的 事不宜遲 馬上就來計時 Start 恩 恩恩 恩 呵呵呵 有點難喔 有點難 這個很結實 好勒 這個真的有點難啦 這也卡得太太 太緊了吧 他是互相 每一隻都卡在一起 要記住喔 玩這個呢 暴力是沒辦法解決問題的喔 一定要用 巧勁 也不是巧勁 運用到這種各種的 積木跟積木之間的一種 小地方喔 來把他解出來 哈哈哈哈 時間已經經過1分40秒了 1分40秒 到現在還沒有任何的進展 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 喔有了有了有了 甚至連裡面的小的時候 我已經把他拿出來 現在把大的解體就可以了 喔 經過3分44秒了 完成了 4分25秒 破解 好各位 這個成績呢 我對於我自己來說呢 還算滿意 因為畢竟是第一次玩嘛 是不是 那其實這個魯班索呢 好像是你拆解完之後呢 還要再裝回去喔 那我今天就不裝了 今天來試看看他的另外一個 孔明球 各位可以看到喔 一樣是一個 想辦法解開他的一種遊戲喔 那這顆孔明球呢 我預估應該是可以在 3分內完成吧 我覺得 看起來比較簡單啦 畢竟他是圓形的嘛 好像結構沒有很多 應該可以在3分內完成 Ready Start 有了有了 開始就被我發現機關了 被我抽出來 一開始很順 但是後面卡住了 不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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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 46秒 46秒呢 就自霸了這個 孔明球 恩 我覺得這個成績算是滿好的 好了各位 今天的魯班索跟孔明球的試玩就到這邊了 那我覺得呢 已經很久沒有送禮物給觀眾了 畢竟已經18萬訂閱了是不是 好 那我會把這些魯班索跟孔明球的零件呢 全部裝在這裡 只要你在我的FB粉絲專頁按讚 我會放在下方的說明欄 只要有按讚並且私訊我 為什麼你會想要這個魯班手 越有創意越好 我就會挑一位送給你 算是一個小小的回饋觀眾 好的各位那今天就是這樣子啦 我們明天再見囉 See you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